会想起,肤白貌美大长腿这几个形容词,由于来自新疆所以她充满了抑郁风情,加上五官精致气质甜美,眉高挑苗挑的身材,简直好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少女,相信很多路人对那扎的印象就是,之前张汉的女朋友,后来分手了,作为路人一眉的小马甲,也大致是这样的印象,直到她演过电视剧,但是叫不上明来,也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基本了解仅此而已, 不过就她的外表形象来说,用一句话来代替 与时间来做运动,穿紧身衣身材真是好到爆,虽然一直以来那扎资源看似不错,但是那扎主演的影视作品,评分都在及格线以下 合作的演员都是很有实力的当红演技派,但是即使这样,鼓励那扎的演技还是没能得到提升,还成了扑接体制,自她出演的作品几乎都没有爆火,到时留下了不少画饼 那我叫你娜娜还是渣渣呀,然后她就说,叫我娜娜,她说,不要叫渣渣,好多人叫我渣,就是那个三点水那个渣渣,然后她在笑,当时我就觉得她其实有很多人最酸楚 鼓励那扎为大众所熟知,还是要从她与张翰谈恋爱开始,人们认识了这个充满了抑郁风情的美女,张翰与那扎这对情侣可以说是非常坦坷了 自从张翰与郑爽分手,勿告多久宣布与那扎的恋情后,这二位简直就差点被网友的唾沫淹死 不知道是郑爽与张翰的吟评情侣形象太过深入人心还是那扎的路人员真的太差 总之恋情公布后基本上那扎一直处于被黑状态,更是曾在综艺节目中不堪网友谩骂痛哭流涕 但是虽然不被外界看好也丝毫没能影响到张翰与那扎的感情 两人还是会是不是在微博上秀个恩爱撒个狗粮 随着时间的推议大家似乎也习惯了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风 甚至曾一度有两人购置婚房,好事将近的新闻传出,不过后来还是分手了 实话实说,在这么多流量明星里,那扎是最有希望继承卑鄙一波的人 林云的演技已经让她没什么资源接荡了 而欧阳娜娜也不怎么拍戏,正在上学录综艺,后期可能向音乐领域发展 那扎的剧倒是一步接一步,悉数那扎的演艺之路,一路走来也算是顺风顺水了 2011年,一张北电最美考生的照片刷屏网络 其中的主人公就是那扎,凭借这张刷屏的照片 那扎在网络上获得了第一波知名度 同年就签约了唐人影视,并搭档胡歌,刘诗诗 唐烟出演了轩辕简直天之狠,为依预恋的迪丽热巴虽然也很有争议 但作品热度和评价也还不错,演技还是要甩那扎一大截的 虽然那扎的演技不足,但这些年她的各种绯闻和嘲讽 造成了黑红体质,还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流量 也算是有一定的国民度,能让电视剧趁机炒作一把 提高曝光度,毕竟唐人也就那扎大家能叫得上名字,不捧她捧谁